而在秀林乡民代表会乡长市政报告 以及各客市工作业务报告的议程 乡代会主席赖俊杰 则是相当肯定公所团队 在疫情期间共同守护乡亲们的健康 而乡长王玫瑰也在市政报告当中说明了 明年1月15和1月16号 要发放消费礼券3000元 感谢代表会同仁的支持 适时的协助乡亲来进行纾困 秀林乡民代表会第二十一节 这六次定期大会16号上午正式展开 秀林乡民代表会主席赖俊杰表示 今年上半年度虽然受到疫情的警示发生 还好在秀林乡公所团队的努力之下 让疫情不再扩大控制得宜 今年下半年度疫情也开始慢慢趋缓了 也希望公所能够计划明年度开始振兴 来带动地方的公共产业 这次疫情其实应该大家看得出来 都已经慢慢到尾端了 陆陆续续大家也都开始习惯了 在这样的生活模式 希望未来疫情能够越来越好一点 结封后国人旅游的部分实在是大大的增加 特别是秀林乡的天然的地理环境跟优势 也迎来许多的人场 期盼工所在明年加强对我们秀林乡的行销 以及舞蹈 秀林乡我们就表示 10月中代表会通过消费礼金的政策 工所也开始着手办理行政作业 将在110年1月15号 1月16号两天来进行发办 正新消费礼金作业 毕竟我们首签列 首经费是4940元 40万元整 那我们是依据我们相关的规定 我们也经过我们代表会的 三五通货电付灾案 所以我们在110年的10月20日 已经公布实施 那我们也在10月29号召开第一次 发放消费礼金的整个筹变会议 现在是在占领请领你们所有的邻册 制作后续发放的潜事作业 那目前我们开会的大概的时间 是在我们1月15号跟16号 15号是由北区 景美与北开始发放 第二天16号是嘉宁以南 是由我们南区四个村来同时发放 我们这样的安排也是为了方便 我们主人有些是教会的问题 教会的一些时间 我们这样就都有考虑到 再加上我们人力的整个调度 我们也是因为考虑到 所以这次不像去年 只发放一天就完毕 这次就是由两天来同时来发放 修理相当我们会 只是进行相当事实上报告 以及各科室工作业务报告的议程 迎接明年度111年 我们会表示 三年三年多来也推出有感的政策 走过今年的疫情之后 公所努力着手规划明年度的政策 以及活动 以及取得征照的训练 希望在代表会权益的支持之下 共同创造修理美好新未来 接着永远学伙伴老